你怎么亲自来了 还是为顾十一的事来的 顾十一的确是个优秀 也有潜力的一人 我的条件已经开得很优越了 不知道林董为何还拒绝呢 顾十一想跟他的朋友 作为团体出道 这是顾十一的选择 小事 我可以把整个团都签了 这样可以了吧 李总 您这是强人所难 我很佩服你 能够把一人训练成这个样子 林总年龄应该不大吧 听说父母早逝 没有很好的家庭背景 还能接手殷华这样的公司 真是不错 过奖了 敢问林总纪念方玲 二十四 二十四岁 这么年轻 不知道想不想 跟S二做一些其他方面的事情呢 我们可以泄留 像你这样的人才 我不会轻易放过的 以后再聊 合作一会 合作一会 生命样子动作 就是那个人 用所有渠道调查林贝拉 两千年那年 她到底在哪里 在做什么 好的 老众 请不吝点赞 碌子 咱们 她 老众 我 老众 你 怎么 老众 人 春莎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你搭讪的方式还是老一套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你今天就来上班了 你知道我在这附近上班 对啊 是我向董事长推荐的 说你设计水平非常高 还把你的作品收集给他看了 董事长非常喜欢 但是我没想到 你真的会答应来这里工作 做自己喜欢的事 我为什么要拒绝呢 这几年 你过得好吗 你说你离开的这段时间吗 挺好的 去孤岛捋了个游 认识了几个新朋友 设计嘛 休息一段时间更得心应手了 你过得好就好 换句话吧 其实偶像剧的台词 不适合你 我当时真的不是故意的 其实这些年 我一直都没忘了你 一直都想再见到你 之前是我太疲惫了 没能整理好自己的情绪 所以才会离开你的 我理解 当时我和家里闹崩了 一无所有 你离开我也是情有可原 爱情里 没有是非 只有选择 但是如果重新再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 我一定不会离开你了 所以我才会做这么多 让你来这家公司 就是因为我想重新再选择一次 你没有机会了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以后就是同事了 多多关照吧 家伙你怎么用 妈妈妈 你才做什么 没什么呀 我就去画了个妆 怎么样 没吗 儿子 对了 世姨 你看我今天先晕染的眼影你怎么样 是不是超自然的 没吧 你眼睛有脏东西 那双眼皮贴 谢谢 你找我干嘛 今天没有训练啊 我单曲出来了 还没有给别人看哦 要不要看一下 好 走 正好听 我可以单曲循环听一年 听一年就不听了吗 不是啊 一年以后的话 你肯定就出新歌了吧 一年以后你肯定特别活 他们不是都说你条件好吗 到时候估计你的时间就很少了吧 反正董事长说了我可以谈恋爱 只要公司答应了就没那么麻烦 公司不答应也没关系啊 公司不答应的话就很严格的 根本见不到你 你也没办法见我 公司不答应的话呢 我就把你们公司买下来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谈恋爱了吧 你可别忘了 我可是富豪的养女 很有钱的 那你以前呢 是什么呀 你一直希望我记起来 因为那些对你很重要 但是我梦到的都是一些零星碎片 我已经拥有了 比所有人都要藏的过去 但是我现在不那么想了 我也把过去那些 统统打包送走 过去你是谁 过去我是谁 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此时此刻 果然啊 李雪芹 活了那么多年 还是会死在同一个男人手里 不需要你 那我走了 你站着别动 那个车好像跟踪过我 我过去看一下 穷都可以 小占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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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你没事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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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感谢观看 当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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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谁 我们再次 到底怎么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是吗 那么 所以 我们再次 对行地做出辩护 可是我们现在对这个案件 一无所知 所以没有办法保证胜诉 如果雪姬一直保持沉默 她是不是真的会因为 杀人的嫌疑而入狱 根据目前警方掌握的证据 确实很难全身而退啊 那在雪姬不开口的情况下 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办法倒是有一个 不够太难了 李先生您好 吴总说他不愿意见您 帮我转大 我等到他愿意见我为止 有没有其他 有没有其他的 也不愿意见您 不愿意见您 在买班 好 你很想如何 不愿意见您 我还没有承讯 我没有帮您 你啊 公里 单身 走 说吧 如果是关于李雪姬的 那就不用说了 吴先生 想必你应该知道 我在李家的自尊心特别强 我从来不会求人的 所以这次我求你 求你听我把话说完 我什么都可以给你 什么都可以 从八岁认识到今天 十几年了 虽然没有说是形影不离 但至少也算是朋友吧 这就是我不愿意见你的原因 我不想听任何人 替李雪姬求情 尽管从名义上来说 她是你的妹 但是那是你的事 她的嫌疑又是另外一回事 我理解你 自己的妈妈被人杀死 死不瞑目的感觉 你怎么可能知道 怎么可能理解 我理解 我八岁那年 我也是亲眼看着我妈妈被杀害的 我怎么会不理解你 既然你理解我 那我把杀人凶手送进监狱 总是合心合理的吧 可雪姬她不是凶手 不 朱胜西 照片 指纹 目击证人 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她 你想告诉我 我妈妈的死跟她没有关系吗 这种话你去跟警察说吧 张夫人的死确实跟雪姬有关系 不过那是张夫人自己的选择 是她的要求 再说 张夫人已经是癌症稳疾的患者 雪姬有什么动机去杀她 你有好好吃饭吗 这几天都瘦了 是不是没有好好吃饭 诗姨 我不该这样子见你的 我没洗脸 没洗头 装叶化了 我现在的样子是不是特别臭 我没洗脸 雪姬 你很好看 十一 我没有杀人 可是我现在不知道我能说什么 我不知道我现在该怎么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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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雪姬 你叫我什么 刘雪姬 是这个名字吧 我现在该怎么办了 我知道你是谁了 我现在 什么都知道了 我现在 对了 一直有个问题很想问你 敏夫人过世的时候 所有人都以为是自然病死 你怎么会提出质疑的 一个女人给我寄了一张照片 说我妈妈是被谋杀的 不过我也没见过那个女人 一个女人 等等 是这个声音吗 您怎么亲自来了 还是为顾十一的事来的 顾十一想跟她的朋友 作为团体出道 这是顾十一的选择 顾十一想跟她的朋友 顾十一想跟她的朋友 这么多年 一个人很难我吧 顾十一 你现在什么都知道了 你怕我吗 怕 怕 怕你受到伤害 怕失去你 我爱你 我爱你 人生在世 逃不了悲欢喜乐 逃不了生老病死 不想生病 不想死去 希望永远年轻 可是谁又能说 一辈子不老不死 不是一种悲哀呢 一气慢慢变老 又未尝不是一种幸福 前几日 因杀人嫌疑被调查的李雪姬 今日无罪释放 却知情人士透露 所以外面记者太多 你被来了 如果被拍到的话 雪姬会更麻烦 你放心 雪姬的事交给我们处理 对了 你要发单曲了对吧 嗯 发布会在下周 你带的音话很危险 我会注意的 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呢 我告诉你 要不是为了雪姬 我是不会提醒你这些东西的 雪姬 雪姬 让我们看一看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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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 2 q 你 1 1 2